苹果新一代Mapro昨天正式在美国开卖了 执行长Tim Cook还骄傲的宣布 从原料到组装生产百分百是美国制造 总统一句话就让美国企业全部动起来 科技业率先响应欧巴马的美国精密制造政策 继Google在德州专门生产客制化Moto X 2000人的手机工厂之后 苹果执行长库克也在推特上宣布最新的Mac Pro 这样完全made in USA Mac Pro体积只有前一代的1% 耗电量更是少了70% 不过圆桶中的外观也被网友嘲讽 看起来很像是骨灰坛 Mac Pro从原料加工到组装出货 全部百分百美国生产 甚至苹果最近还在亚利桑那州扩建新厂房 继续用行动力挺欧巴马的在地政策 加上最近几年苹果在海外的代工厂 接连传出各式各样的丑闻 也让苹果想回家 不过市场也分析 苹果Mac Pro生产量并不多 因此对台湾的代工厂 广大或是伪创力的影响冲击也不大 三例新闻